小金母亲是获得金氏基金和后世私民的徒征,一切赞颂传规真主,全世界的主,至高物质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我曾命令小金父母,她母亲若生嫁弱地怀着她,她的顿如是在连年之中,我说,你应该感谢我和你的父母,为我是最好的归宿。 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阿拉独一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 旧阿拉的仆父,她及其家人,依旨所有生命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 修正这个词是一切高贵特性、美好品质和优美品德的综合。 这种优美品德,能使人内心安宁,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清清,并使社会安定,得以现实。 曾有人问阿拉的使者,什么是小金? 阿拉的使者,是小金是美德。 毫无疑问,最应该受到小金的是父母。 阿拉,命令我们善待父母。 孝敬他俩,宣存他俩,并毕宫毕尽地服侍他俩。 每当我们住着古连经和神圣时,我们都能尊重发现, 子女和母亲之间的最好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阿拉在古连经中说,你的猪曾下令我,你们应当知春配他,应当孝敬父母。 如果他俩中,一人或者连人在你的堂上打到老妹,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 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你应当毕宫毕尽地服侍他俩。 你应当说,我的主要求你怜悯他俩。 就像我年有时,他们俩仰于我那样。 母亲也曾指出,小敬父母是除礼拜之外最好的善心。 曾有人问母亲,什么善心? 阿拉最喜欢。 母亲说,按时礼拜。 那人要问。 此次,此次呢,先知说,孝敬父母。 又问。 此次呢,先知说,为主道分道。 伊斯兰就提醒了,孝敬父母,善待父母的价值。 尤其是对母亲,要更孝顺,更温柔,更关心,更重视。 此次,曾有一个人来到阿拉的使者面前问道。 阿拉的使者,人们总是最应该得到我的善待。 使者说,你的母亲。 又问。 其次,是谁? 是谁? 是谁回答你的母亲。 那人再问。 在其次,是谁回答你的母亲。 此人还问。 那再在其次,是谁呢? 是谁回答你的父亲。 我认为,这是不足以期的。 因为,如果母亲不是最应该得到善待的。 那么,还有谁最应该受到我的善待呢? 谁能比母亲更应该受到善待呢? 。 他怀态九月。 辛苦如经历了九次秋金。 他千千万苦地生下你。 用如智不育你。 用鼻盆维护你。 他自己。 人质和哀恶也要让你吃饱。 如果你身边或受到伤害。 他请愿替你受难。 请愿以他的死换取你的身。 没有人比母亲更应该得到善待的了。 。 按阿拉让我们求经父母,尤其是母亲。 这是阿拉的恩惠之一。 。 属于小金父母,属于确议在今世获得许多福利和基金。 并可期待在后世得到怜悯、若恕与拯救。 。 教金母亲 conveyed Aunque的状态 ignor Tôi Uhr 和状态, 我也要求祂最爱。 其中包括。 第一, 教金母亲可以使鼻鼓owany Gonna rule 那裡的是秦沉, 其中使祈得得淡大。 在一段新军中 阿拉的使者说 有三人一同外出 他们为比喻而进入一个山洞 这是一块居士从山上关落下来 堵住了东口 于是他们说 现在让我们一个自己生活中最珍贵的山洞 祈求阿拉的救助吧 其中一个人说 阿拉,我要老麦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 我一直放母着羊群 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总是寄来养奶 先让父母喝 而后才让妻子儿女喝 有天晚上 我饮有事吃午了 当我端奶奶 父母已经睡着了 我不忍心叫醒他们 而饥饿的孩子 又跟在后边 啼哭 为了让父母先喝奶 我伸手 捧着奶一碗 一直当头 甜蜜 他们醒来 阿拉 倘若你接受我这样的做 是为了取得你的喜悦的话 就请你给我 起开一条 能见到天空的分析吧 也许 即使一顿了一点 他们能看到 看到了天空 然后其余每一个人 都坚持了各自 尽为真主最好的 善心 最好 真主 真主 把他们从为难中 解救了出来 第二 获得重大的报酬 有一段声线中 传书说 我去找母亲 对他说 阿拉的使者 我想跟你一起作战 以求得阿拉的喜悦和和事 母亲说 你啊 你母亲还健在吗 我说 是的 母亲说 你回家 孝敬他 然后 我又村里一边 走进他 对他说 阿拉的使者 我先跟你一起作战 以求阿拉的喜悦和和事 母亲说 你啊 你母亲还健在吗 我说 是的 母亲说 你回家 孝敬他 然后 我又知道 他的面前 对他说 阿拉的使者 我想跟你一起作战 以求阿拉的喜悦和和事 母亲说 你啊 你母亲还健在吗 我说 是的 母亲说 你在他的脚下 你在他的脚下站一会儿 天堂就在他的脚下 第三 回答还健在 母亲说 母亲说 你当 孝敬他 第四个 我们应该相信 我们应该相信 孝敬父母是债务 你父母亲爱 你父母也是债务 而且 連件事 喊信報道和物理父母 母親又說 三眾人永遠不能進入 利園 物理父母者 施恩掛藥者和研究者 我說了以上這些 求阿拉 饒恕我和你們 一切贊送全貴真主 全世界的主 求阿拉 賜福祂的使者及其家屬和弟子 穆斯林兄弟們 所有天氣的宗教都一直 鼓勵孝敬父母 善待他倆特別是母親 阿拉 說你應當至純白真主 並當孝敬父母 伊斯蘭教禁止任何物理父母的行為 我們發現有些年輕人 自自己認為比他父母更尊順伊斯蘭教 所以他們對父母惡意相加或虐待他們 我們要對這些年輕人說 教法命令我們叫孝敬父母善待他倆 即使他倆是非穆斯林 這就是他們沒有任何藉口不改善和父母的關係 有人傳說 聖孫說 在牧生時代 我的母親來到我家 他當時是一個多神教徒 故我去請教牧生 我說 我母親滿懷希望的來找我 我可以接續他嗎? 牧生說 是的 應該接續你的母親 但是如果父母讓你以你所不知道的東西匹配真主 那麼你不要服從他倆 你應該堅守阿拉的命令 他說 你應當按照利益而是分他倆 你還應該懂得懂得懂得 這並不是你屬於父母的恩惠 而是你應盡的義務 所以屬於屬於屬於父母的義務 屬於一番下罪過 祝福那些孝敬母親 善待她 並盡可能 博得母親喜悅的人們 因為牧神曾說過 父母親喜悅 父母的喜悅是阿拉喜悅 父母的前怒導致阿拉的前怒 真主呀 祈求你在孝敬父母方面援助我們 求你憐憐他倆 就算 我永遠使他倆援育我那樣 我聆 阿拉喜悅